由於確診人數持續地增加 疫情指揮中心預告 最快本週將會來宣布 全民試用快篩陽 可由醫師來評估是否確診 有醫師認為除了快篩的精準度 還有供應量 以及抗病毒藥的數量 要有完善的配套 對基層診所的醫療量能 還有醫師看診的負荷量 也將會是一大考驗 因此呼籲政府能夠說服更多的診所 加入輕症者治療照護的行列 共同分擔 民眾填好資料 護證事務所人員拿出快篩 當面清點交給民眾 擔心幼童還沒打疫苗 加上近期快篩需求大增 基隆二三號起 發放自購的十萬份快篩 給涉及基隆的孕婦及 零到十二歲孩童 讓民眾可在家監測健康狀況 有免費快篩可領對無法長時間排隊的家長 來說是一大福音 但快篩陽性民眾越來越多 要PCR復驗 得到篩檢站或大醫院 不但增加群聚風險 也加重醫院負擔 中央預告最快一週內 開放全民試用快篩陽疾確診 由基層醫師診斷 甚至直接開立 口服抗病毒藥物 但這也考驗了基層診所的負擔能力 那中間就是像區醫院 地區醫院或者專科醫院 那最上面就是醫學中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醫療量能就是在金字塔的下面 其實他的量能是最高的 陳其邁掛保證 醫療量能沒問題 高雄五月中就啟動 基層診所居家照護方案 派輕症案件給合作院所治療 但確診人數不斷增加 有些診所醫師一上午 就得視訊診療二十多個確診者 加上原有病患 讓醫護忙翻天 只能咬牙撐著 高雄目前投入治療或居照 居照的基層診所還不算很多 會導致部分診所要負責較多的個案 雖高市府正與各診所協商平均派案 但醫師也希望政府能說服更多診所加入 如此才可能真正分散醫療負擔 記者陳懷孟昭全陳嘉欣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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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